科技实验一直以来 都是人类对位置的探索和挑战 科技实验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在这部影片中 我们将会探索不同的科技实验 和其带来的影响 让我们开始吧 可乐加入邮箱 这位外国小伙子 做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他并没有使用汽油来加油 而是用了可乐 这种方式真的能让车子运走吗 一个男子做了一个奇怪的实验 试图用可乐代替汽油来启动车辆 他为此准备了大量的可乐 然后将其直接倒进汽车油箱中 很快 他就冠上了30升的可乐 这绝对是名副其实的可乐车 这还没完 他甚至想知道 曼陀石加可乐 会不会产生更强的反应 从而让车速更快 于是 他将曼陀石也倒进油箱里 瞬间 就产生了大量的烟雾 大碗曼陀石后 可乐从油箱口奔涌而出 男子赶紧盖上不要浪费 然后踏上车打火 发动机很顺利启动 男子表示用可乐当烂料 完全没问题 然后直接挂挡起步 车子直接在草地上 转起了圈 发动机上的皮带 甚至转得飞起 看起来非常帅气 但是好景不长 快 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车子走入急步后 排气管喷出一口温气 发动机开始异常抖动 然后停止了工作 车子完全停了下来 男子检查发动机后 发现他已经彻底停止工作了 为了这个实验 男子直接包废了一辆车 简直是有钱人心 汽车还是老老实实加汽油吧 否则只会得不偿失 如果我们讲可乐 倒进汽油里 会发生什么呢? 这两种物质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汽油是燃料 是汽车正常运转的必需品 而可乐则是一种最受欢迎的碳酸饮料 最近有人使用油墙 加满一整塑料瓶的汽油 然后拿出一瓶可乐 打开瓶盖 倒在汽油瓶上方 使瓶口与汽油瓶口密封紧密 下一秒 神奇的现象很快出现了 几秒钟后 汽油开始缓慢的向上涌动 而可乐则缓缓沉入汽油底部 在一段时间之后 下方的汽油瓶被可乐挂满 而汽油则全部流入上方的可乐瓶中 小哥非常好奇其中的原理 所以他尝试了其他碳酸饮料 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种现象其实是置换反应 是化学中的四大基本反应之一 因为可乐和汽油的密度差异很大 所以当他们相遇时 就会出现这种交替自换的现象 现在如果我们将食验对象 改为清水和食用油 效果会更加明显 实际上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密度 差异很大的液体 如果我们按照同样的方式来进行食验 我们也会看到 那是可乐和汽油的效果 古人的智慧曾是令人惊叹 这个宋代发明的阴阳壶 可是撒手使用的工具 这个简单的壶可以倒出三种不同的水 其内部有两个枪式 而把手的上下各有一个小孔 利用气压连通的原理 按住下方小孔 则上方水出 按住上方小孔 则下方液体流出 如果都不按的话 则出来的液体是上下两种液体的混合液体 阴阳壶的设计真是妙不可言 观察这个古老的茶壶 你会发现它的顶部 有两个微小和隐蔽的小孔 如果你用锤子敲碎这个茶壶 你会惊奇地发现 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个整体 而是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这个古老的发明 真是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经常被描绘在古代电视剧中 作为暗杀工具的角色 增加了不少戏剧性 对了 还有一个东西更加神奇 它就是Surfsharp VPN 使用Surfsharp VPN 您的所有互联网活动 都会被加密 保护您的隐私和安全 为什么要使用Surfsharp VPN呢? 因为Surfsharp VPN提供了超过100多个国家 和3200多的伺服器 让您轻松地访问全球任何网站和服务 Surfsharp VPN可以在Netflix上 绕过地区限制 由于Netflix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 和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使用VPN可以模拟您位于其他国家 或地区 以便您可以访问被限制的内容 现在使用我的优惠码老王 就能获得1.7折 和订购2年方案 加送3个月免费的优惠 并且30天无条件退款 当车辆发生正面碰撞时 车头通常会受到更大的损伤 这也可能会危及驾驶员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有些人可能会想 如果在汽车前缸上安装一些弹簧 能否减少车辆受到的损害 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并不可行 虽然弹簧具有一定的韧度和弹性 可以部分减少撞击时的能量传递 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撞击的能量 因此给汽车前缸装上弹簧 并不能使车辆受到的损害减半 对于这位想动手改装自己爱车的大叔来说 他正将一些巨型弹簧 焊接在车头处 试图测试这种改装的效果 然而 他的测试方法可能并不科学 因为他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墙壁 虽然车速并没有提高 弹簧还真的会弹了一下 但这并不能证明 这种改装能够真正减少 车辆在车祸中受到的损伤程度 在得知他的改装很成功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 将车速加快直接冲向墙面 然而 结果却让人大抵眼睛 安装在车头的弹簧 真的起到了挥弹的作用 虽然车子受到了撞击 引擎再翘了起来 但他仍然坚信自己该装了弹簧 没问题 于是他用一块木板 代替自己 再次进行了测试 这一次的撞击更加猛烈 车速也更快 然而这些弹簧却完全消失的效果 无法减轻撞击带来的冲击力 车头瞬间变形 严重损坏 从这次测试可以看出 使用这样的弹簧来减轻车辆撞击的冲击 是不现实的 如果这样的方法可行 特斯拉早就装了 假设我们把自行车的轮胎 设计成正方形 那么在平坦的公路上 它无法像圆形轮胎那样 顺畅的行驶 但是一些人已经通过 在特定路面上完成了这个实验 该路面由多个弧形木板组成 可以与方形轮胎完美贴合 在这种路面上 骑行者几乎感受不到颠簸 但是如果我们想在平坦的公路上骑行 还能不能骑呢 当然不加点高科技 是肯定登不动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改变 以保持轮胎的方形形状 并改变其工作原理 我们首先需要找到大小适合的持轴 然后加工出长度和直径 与之相符的穿动感 并将它们组合到轮胎的四个直脚上 完成穿动装置的第一步 接下来 在自行车的框架上 转小孔 安装轮胎浮条 其实这浮条没有实际作用 但它可以迷惑人们的视觉 并将足够长的链条挂在持轴上 然后需要将成千上万的链条固定在一起 这一步比较繁琐 需要将千条链条一一焊接 当一条链条带制作完成后 我们还需要将橡胶轮胎切成像灯的长条 并使用螺丝将其固定在链条带上 为了提高转动效果 我们在每一个直脚上 安装了两个转动 然后将制作好的橡胶链条 安装到自行车的方形轮胎上 最后 我们在原油的磁盘上 再加上一个磁盘 当它与后轮的磁轴连接时 公路版的方形轮胎自行车 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可以通过 灯动自行车的原油磁盘 态度附加磁盘的转动 进而带动轮胎上的 赤轴转动 这样 轮胎本身不需要转动 而只需要依靠表面转动的 橡胶链条 就可以让自行车 平稳的行驶在公路上 是不是增加姿势了呢 OK Gings